是2022年11月6日 很久没有更新视频了 那是因为最近网络状况不太好 今天我忽然发现我这个网络状况变好了 所以今天分享一下中正医疗基金我的看法 其实我开始做视频以来 第一个视频就是分享的中正医疗 讲的是我怎么跑路的 遥想当年可以大概回顾一下 我是发现在这里 这个头肩顶形态 然后在这里跑路的 然后曾经预计它会跌到这个支撑线 果然它又跌到了这个支撑线 所以半年以前我有这种眼光 我也是对我自己这个小韭菜表示佩服 只是当时没有遵照自己的投资策略 然后又进行了一次失败投资 是在这里 认为它突破前高冲进去 发现是假突破 并没有跑路死扛到这 死扛到这才开始割漏 割漏完了 它果然下跌到这条线 然后开始反弹 我们就看一下它反弹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我们用成交量看一下 其实在这底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成交量逐渐放大 是吧 然后到了这里了 我觉得有可能大家的情绪是不是又调动起来了 但是从这个趋势来讲 现在不是我觉得 反正如果是我 我已经远离挨股 折击跑路了 我反正肯定不会操作挨股的 然后我的建议 或者说我一种偏见 现在这地方绝对不能这个冲进去 因为它即将迎来这条趋势线 是不是 这条下降趋势线 然后根据 不能说根据什么吧 反正就是投资界的这个道士一二三法则 它其实只满足了两条 这个低点不再变新低了 但是呢 趋势线没突破 是吧 你等它趋势线突破 完了前高突破 前高咱就看这个吧 突破这个前高 这趋势线就突破了 比如说到这了 也许才能够 认为这个下跌的趋势 发生反转 我看一下这个趋势线 它有几个触点 这趋势线 这样子画的话 它其实只有两个 两个触点 即将迎来第三个触点 是吧 第三个触点 这一次性冲上的概率 我觉得比较低 可能只有40%吧 这里直接这样冲上去 我觉得有可能 它这里还得搞一下 在这再回弹一下 比如说踩一下这个 这样子才能冲上去 当然这东西 我长期的一种偏见是 远离挨股折肌跑路 因为从我个人这个投资 经验来讲 投资挨股基本上是亏钱的 基本上你就是送钱 我建议还是 紧记那个八字真言 当然如果你就是 几百块钱玩一玩 我觉得是可以的 千万不要 说哈 千万不要肠胃过大 然后我们结合其他指标 看一下 比如说 就我经常常说的 斐波那西回撤 是吧 从最近的一个高点 把我骗上车的高点 然后拉到最低点 大概就这样吧 咱也不不必要这个不差 一时一号 是吧 可以看到他已经反常 已经超过了0.38 就这一点点高度 上这一整段下跌的38.2% 乐观的估计 他有可能会来测试这个 是吧 这条线 其实如果能测试 这条线的话 其实也相当于突破下降趋势线 并且这个小的前高也突破了 当然他会不会再来这样搞一下呢 比如说我换一条轨迹 几何形状这里应该有吧 对换一下路径 就这吧 测试这个 然后不过 完了他又来踩这条前提点了 这样子才有可能吧 这市场总是仿佛无常的 我认为啊 他应该是会在这 受到阻力的 首先是个趋势线 咱看他能不能突破 趋势线有可能就不能 不会像我这样画的一次就突破 可能还会在这 他其实如果要突破的话 可能还是会在这 这趋势线附近 这个磨蹭一下 当然会不会有更糟的情况 他直接从这突破不了 直接这样跌下来也是有可能的 这是这是我画的最乐观的一种 一种这个曲线 其实如果你已经错过了这个点 就是前高点 错过我当时在这里其实是发了一个 视频的 我说这个趋势线的话 就是水平的那种支撑线 他往往并不是一次就踩稳 大家可以看他果然来了个二次测试 是吧 你如果在这没上车 而且我建议也这里只能少少的上车 比如说你有十份的话 这里只能上 我觉得两到三份 完了这里你可以上五到六份 就是上车的话 等到二次回载的时候 当然如果是基金的话 你肯定买不到这个针针尖尖下面 是吧 然后从这能看出一些什么规律吗 好像也看不出 只能说比较冒险 在这里 在这里上车比较冒险 当然因为有一条支撑线 其实也并不是 这个盈亏比也是非常高的 你如果错过了这个点 那这个点可以上车 然后止损就在放在前低点以下 这样子的话你在这里上车了 当然如果到这了 我还是紧记那八字针岩 远离挨骨折击跑路 本次分享带有一些个人的偏见 希望大家自己做主 谢谢大家再见